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四月二十一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頭條新聞來看 昨天上午九點四十二分 全臺一震天搖地動 尤其北部地區感受最為明顯 這起規模六點三的強震 正央在花蓮東部外海 深度只有十七點五公里 是個潛層地震 而到了晚上七點二十分 更在四十分鐘之內 一連發生了三起規模五點五以上的 有感地震 氣象局表示 未來還有機會發生規模六以上的地震 上午九點四十二分地牛翻身 全臺有感在一陣搖晃後 宜蘭國中校園內的梁柱瓷磚掉落一地 校方緊急貼出危險字條 生怕學生接近受傷 而鄰近的賣場監視器畫面 也記錄下劇烈搖晃的瞬間 店員緊張地用手護住調味品區 就怕瓶瓶罐罐掉落 這一起陣央在台東外海的地震 規模六點三是今年最大 其中宜蘭跟新北市震度四級 台北市跟花蓮都是三級 台中台南兩級 高雄一級台東一級 台北市跟新北市受到地質跟盆地消影影響 搖晃的感受相當明顯 氣象局指出今年已經有三起規模超過六的地震 包括二月十四號六點三 三月二十三號六點二 跟四月份這一起規模六點三的地震 估計累計已經釋放出三點八顆原子彈的能量 但過去台灣一年地震平均會釋放出十一顆原子彈的能量 因此估計還會再有規模超過六的地震發生 地質學者提醒 這一次發生地震的鎮央在東部的外海 屬於琉球海溝區 過去也曾經多次發生大地震 像2002年331大地震鎮央就在附近 當時造成還在新建中的101大樓吊車掉落 學者表示全球各地的大地震 多半都發生在像這樣子板塊推擠的海溝區 如果在相同的地點再發生大地震 除了鎮央附近恐怕會有海嘯 雙北市也會因為盆地效應受到嚴重的威脅 呼籲政府應該要全面體檢建築物 做好防震準備 記者綜合報導 而就在昨天早上地震發生之後不到五分鐘 新北市的新莊傳出變電箱爆炸的意外 錦鄰民宅位在兩層樓高的變電箱突然爆炸 火勢延燒到了民宅造成一死一傷 把民宅包覆其中 位於新北市新莊的中校街 一棟四層樓民宅旁的變電箱 在二十號上午九點四十二分地震發生之後 突然爆炸火勢相當猛烈 還延燒到附近民宅造成一死一傷 把附近住戶都嚇壞了 警方單位貨爆隨即趕往現場 在十點二十三分撲滅火勢 附近的停電住戶一度高達兩千多戶 也臺電工程人員也趕緊搶修陸續復電 並將已經燒到變形的變電箱 拆回去進行鑑定 台電證實 變電箱爆炸是因為地震所引起的 但確切爆炸起火原因還要再調查 只是一場地震竟然會導致變電箱爆炸起火 讓民眾心驚膽跳 而臺電也強調 因為地震導致變電箱爆炸起火 這還是第一次 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會盡快找出答案 也會全力配合消防單位調查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 位在新北市樹林的新樹路 當地的地下自來水管也不堪地震的強力搖晃 嚴重破損 造成了大煙水 就連趕來搶修的怪手都因為地基掏空陷入坑洞之中 估計有兩百戶居民受到了影響 尤其當地又是三階段陷水區 眼看著水任意的流掉 民眾是感到既心疼又無奈 從早上十點開始 水就不斷從地面湧出 樹林新樹路 雙線道路緊急封閉 台水公司派人搶修 卻發生意外小插曲 樹林新樹路是淹大水 疑似是地震震破了這個疏水幹管 台水公司緊急調派兩臺怪手來搶修 卻疑似因為陸基遭到掏空 掉進坑洞裡 為了換管搶修 台水公司的維修包商 出動怪手挖漏水露面時 卻因為地基疑似已受到地震破壞 一個不小心半台怪手直接栽進坑洞裡 維修進度一度中斷 最後緊急調派另一台怪手支援搶修 因為地震造成我們一千公里的那個管線破裂 那目前我們在搶修中 預計在明天中午十二點以前會修復 為了換管減漏 目前台水只能先把水抽乾 而看在當地居民眼中 本來就是三階限水的樹林區 眼看著乾淨的自來水就這樣浪費掉了 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和自由時報的頭條一樣也都是報導 昨天臺灣地牛大翻身 一天五震 而聯合報的頭條則是說 花蓮秀林的大同大理部落 因為位在太魯閣國家公園裡頭 從日治時代以來 雖然是有門牌 不過卻一直都過著沒水沒電的生活 當地族人向政府爭取通電 卻一直都沒有結果 民間的社區大學看不下去了 於是他們就自掏腰包 昨天找來了部落的族人 大家一起扛著太陽能發電器來上山 打開貨車廂 一件件重達三十公新的物品 就是臺南社區大學所提供的太陽能發電設備 為了要將這些器材扛上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大同大理部落 當地的太魯閣族派出幾位勇士 預計要花四五個小時的時間 為黑暗部落點上明燈 事實上 大同大理部落因為地處太魯閣國家公園 所以各項建設都受到國家公園法的限制 但部落主人卻認為 這些土地都是他們的傳統領域 實在不懂政府為何發給他們門牌 卻不給電 修林相待會也和臺電協調了好幾年 但政府單位卻遲遲沒有下文 牛布的處理速度讓民間看不下去 主動出資二十二萬 為部落裝設不用環評的環保太陽能發電設備 所以我們剛好就是希望說藉由這一次的行動 能夠展現說我們基本上部落應該有的一個能源正義 不過這套設備 電力只夠提供基礎的光照需求 要是想使用大瓦數加電 例如冰箱就是沒有辦法 不過能夠讓黑暗部落從此不在黑暗 部落的民眾就已經很開心 也會積極尋找其他的環保發電方式 記者文家凱 萬聯報導 行政院消保處日前抽查了全臺二十一家 由政府經營的住宿會館 包括了教室會館 國軍英雄館等等 針對建管 消防和衛生安全共十八個項目來進行查核 結果只有八家是全部合格的 違規率超過了六成 畫面中飯店的廚房地磚已經破損不堪 垃圾桶也沒有加蓋 甚至還有過期的調味料和食品 行政院消保處機查全臺二十一家公營住宿會館 結果發現在衛生安全檢查項目 有七家不符合規定 不合格率三成三 八家有公餐 裡面竟然發現有七家 它的衛生就是不符合規定 機場還發現承達會館的牛筋粉已經過期六個月 台東縣公教會館的法國芥末醬也過期八個月 東華大學湖畔會館的豆瓣醬過期十個月 而台中國軍英雄館的蘋果醋 則是過期超過一年半 清潔最為嚴重 將以食安法處十二萬元罰還 台中英雄會館這邊 它是發現它的時間是發現最久 它是一年七個多月 它的一個食用醋部分是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清理之後放在置物櫃裡面 沒有把它清理掉 那還是延封的 那個蘋果出來是延封的 所以意思是沒有提供給顧客使用 沒有 完全我們也沒有提供給顧客使用的 近年來國人觀光旅遊風氣盛行 這些由公務機關經營管理的會館價格相對便宜 成為不少民眾住宿選擇 不過安景還是出現問題 住宿品質打了折扣 記者最後報導 為了簡化警察負責的業務範圍 警政署表示 經過和基層員警的討論之後 決議簡化警察協辦業務 共20項 要回歸警察的正常勤務 警察雖然是人民的保母 但真的不是事事都做得到 比如網路上流傳浙江環保署發文給某警察局的公文 因為民眾投訴魚池青蛙夜晚叫聲太大 要求警察協助 真的讓警察很傻眼 為了減輕警察包羅萬象的勤務負擔 警監署長陳國恩上任後 收集基層警察的意見 決議減少20項警察的協辦業務 未來原則上將不協助查期禁煙場所 違法密醫 藥師 化妝品的機查取締 也不協助狂犬病登革熱和防疫藥劑 噴灑安全的維護 不協助民間企業活動的 安全秩序維護等等 不過像是日前 衛生局機查飼料油食安風暴 基於人身安全 就很需要警察的協助查期 而不是動不動 就要求警政署來做一個協助 警察勤務簡化的消息 在警察權益自救會的臉書粉絲團 也引起討論 有人留言希望最好不是說說而已 也有人說希望警察能別再幫忙送教招令 還有人擔心這項勤務受聲決議 最后會不了了之 立委認為臺灣社會對警察有太多指責 結果讓警察變成帶槍的弱勢團體 配有武器卻不能輕易動用 呼籲社會要對警察有更多尊重 記者綜合報導 在畫面上您看到的是台南市議員李文正 他被爆出因為不瞞警方取締民眾的微停車輛 於是當街斥責執法援警的離譜事件 手上還拿著安全帽 面對鏡頭大喊 咆哮的是民進黨籍的台南市議員李文正 他因為不瞞警方取締民眾的微停車輛 所以是大聲斥責執法的援警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17號中午 因為警方接獲民眾檢舉 安平有一處的知名小店門口 停滿了微停的車輛 警方前往取締 但是卻遭到議員當街斥責 而整段過程也被民眾拍下 事隔三天之後李文正出面解釋 因為當天接獲民眾通報之後 認為警方應該先開勸導單 而不是直接開罰 所以到場之後對執法的援警 口氣不佳感到非常抱歉 另外對於當時被斥責的安平派出所援警 李文正也打電話向安平派出所表示 最大的歉意 警方雖然表示這不構成公單五路 也不涉及妨礙公務 但是警方依法取締微停車輛 民意代表的行為 無疑對社會做了最錯誤的示範 記者文正肯報導 明天四月二十二號 就是世界地球日 要帶迎來關心細懸浮為例 PM2.5 究竟對我們的環境帶來多大的危害 首先來看到 在北部地區PM2.5的來源 有很高的比例是來自交通污染 以及餐飲業 有別於一般側站位於三到十五公尺的高處 三重站直接設在地面採集空箍 每小時有最新數字 車輛所排放的細懸浮為例PM2.5 在雙北都會區約佔總量的四到五成 不過濃度最高的時候 並非在上班尖峰時間 而是在中午過後 北部空品區PM2.5 一半來自移動污染源 包括汽機車柴油車 以及車輛行駛的陽城 其中又以老舊柴油車污染最嚴重 環保署指出目前北北基桃 在路上跑的十年老舊柴油貨車 近三萬四千輛 二十年以上的老爺車更佔了四成 若能優先淘汰 將帶來可觀的減量 柴油車所排放的PM2.5 是確認的致癌物 儘管新車已經加嚴標準 但老爺車卻沒有退場極致 除了交通污染 在臺北市餐飲業 也貢獻高達四成的排放量 從大餐廳到小吃攤 一樣帶來空污危害 卻比較不受重視 PM2.5要減量面向複雜 工程浩大 學者指出去年臺北市年平均濃度是20.1微克 如果如環保暑宣示 2020年目標要降到15微克以下 就算讓氣柴油車全面零排放也難達到 需要找出更精準的減量策略 台北PM2.5年平均值只有對岸北京的兩成 不到上海的一半 儘管好還要更好 但空污防治成本高昂 要怎麼拿捏效益減量有成呢 缺乏有力而明確的政策引導 減量目標就算定得再嚴格 恐怕只是說得到做不到 記者人民郭俊麟綜合報導 華連外海地牛翻身 造成了日本沖繩縣 緊急發布了海嘯警報 日本氣象廳預估 海嘯高度有一公尺 有捲走岸邊民眾的危機 要求立刻疏散 讓石原島西表島等地的居民緊急疏散 所幸最後只是虛驚一場 市中心緊急廣播發布海嘯警報 石原島的學生們全都動起來 還有家長擔心小孩趕來學校確認狀況 日本沖繩縣發布海嘯警報 是在台灣時間上午九點四十七分 因為觀測到台灣東邊的菲律賓海板塊 跟歐亞大陸板塊發生碰撞 產生了瑞士規模六點八的地震 由於震源深度很淺 氣象廳預測石原島西表島跟宮古島 可能會發生一公尺高的海嘯 要求緊急疏散 根據日本氣象評分級 一公尺高的海嘯可能會快速吞噬 近海地區的物品跟人 就連養殖木筏小型船都會被掀翻 因此要求海中的漁船漁民 立刻上岸遠離海邊 所幸到最後只是虛驚一場 沒有海嘯發生 警報也在台灣時間十點五十分解除 記者程師同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二十號抵達巴基斯坦 進行為期兩天的國際訪問 他此行將跟八國簽署價值約 四百六十億美元的合作協議 推動中巴經濟走廊 和其他各領域的合作 為一帶一路建設 找到通往印度洋的另一個出口港 習近平一協同富人搭機抵達 伊斯蘭馬巴德後 受到八國的隆重歡迎 八國總統和總理都前往迎接 習近平此行是他就任國家主席後 首度走訪巴基斯坦 也是九年來首度有中國領導人 到訪八國 他將和八國簽署 四百六十億美金的合作協議 重點就在推動建設 從新疆克時到八國 瓜達爾港的中巴經濟走廊 目前雙方同意 以中巴經濟走廊為龍骨 以能源交通基礎設施 瓜達爾港建設和產業園區建設 為四大抓手 共同打造一加四的合作格局 瓜達爾港 位在巴基斯坦西南部 距離克拉赤約六百公里 是中巴經濟走廊的終點 並臨阿拉伯海 這個海域也是海運石油的要道 打通中巴經濟發展 等於為中國的一帶一路 找到通往印度洋的另一個出口 有助中國西部的發展 而對巴基斯坦而言 中國帶來龐大資金 投入能源和基礎建設 將有助八國提升經濟 也讓總理夏利夫終結長期斷電的諾言 得以實現 此外 中巴兩國也將就阿富汗 及安全議題進行討論 中國擔心 新疆的伊斯蘭奮力分子 跟巴基斯坦的武裝分子掛鉤 據轉聖惠明報導 現在有很多的家庭 公司行號還有學校 為了要喝乾淨的水 都會裝RO淨水機 但是在過濾的時候 也會排出三四倍來不及過濾的清水 而這等於呢 是要喝一杯乾淨的水 其實有四杯更乾淨的清水 是浪費掉的 尤其現在水情告急 更顯得浪費 嘉義市的大業國中 就想出了雨水回收系統 接著就帶您一起去看看 當你打開淨水機 喝下的這一杯純水 其實可能已經浪費了四杯水 做個實驗就知道 這是一般家裡面的RO淨水機 按下開關 這一邊流出來的是所謂的純水 另一頭流出較混濁的就是廢水 現在不下雨 每一滴水都珍貴 要怎麼省水 大業國中校方想出妙招 加裝回收水再利用系統 用我們的綠色的水管回收到我們一樓的一個出水塔 出水塔的水就用來浇花草樹木 學生都說真的很省 不用用到一些自在水 也可以減成水費 然後這樣的話更環保 校方估算全校十四台RO逆滲透飲水機 每製造一噸飲用水 產生二點一五倍的廢水 排掉實在可惜 加裝這個回收館才花五百塊 回收館在水電材料行都買得到 Y型三通閥可以分成兩個管線 一條可以銜接洗碗槽 加裝簡易水龍頭洗碗 一條可以加在馬桶的浸水口 用來沖馬桶 省水就從不起眼的小地方做起 記者綜合報導 今天的手語新聞通 我們來看看浸水機的手語 這個手語沒有標準的比法 您可以照字面上 比出水、乾淨加上機器 水、乾淨、機器 表示浸水機 提供您做一個參考 既然手語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要帶您一起去看看 以雲門五集為主題的 捷運彩繪列車 1970年 RCA無限電公司在台灣設廠 這裡是台灣年輕勞工夢想的起點 而這個夢想的終點是 上千人罹患嚴陣 超過兩百人因嚴陣死亡 盲目的崇拜資本主義 讓台灣付出什麼代價 周二晚間十點 紀錄觀點 奇蹟背後 就在公示十三頻道 十點全紀錄 永恆的生命脈動 十點全紀錄 大死人中 野生動物為掌控全力無戰 全力在我 可想最佳食物 最佳領域 打倒對手 贏得交配的機會 四月十三 周四晚間十點全紀錄 永恆的生命脈動 就在公共電視 歡迎回到首宇新聞的現場 台北市以及捷運公司 特別以雲門為主題 繪製雲門彩繪列車 要送給將在本週五 正式開幕的雲門劇場 一個禮物 捷運淡水新一線 從今天開始 將會增加一列 雲門的彩繪列車 一側選用 雲門五級烏漏橫的圖像 另外一側 則是雲門二的舞座 活潑奔跑的舞者 充滿了動能 車廂內 也選用歷年來 許多重要的作品影像 另外一名說 他本身也是捷運族 希望這些影像 帶給大家不同的感覺 晚上的時候 九點多以後 你就看到大家很疲倦 那我希望這些圖像 能夠讓大家 看到另外一個東西 也不要再滑手機了 太累了 對眼睛不一定很好 能夠讓大家有點想像 這輛淡水新一線的 雲門彩繪列車 每天將會來回八趟 行駛四個月 是臺北市政府跟捷運局 送給即將在二十四號 正式開幕啟用的 雲門劇場一個禮物 這件事情能夠廣位 所有的臺北人知道 歷經大火 雲門花了七年的時間 籌備營建 位在淡水的雲門劇場 將不只是雲門的舞臺 也提供給國內外表演團體使用 雲懷銘也希望大家 能夠偶爾離開繁忙的都市 到淡水看山看海看表演 借城市中坡廟組 台北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手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爆炸 南投九份二山 在九二一地震时 形成了两座艳色湖 请写出艳色湖的艳 这次真的有难度 有没有可能全部都没有人答对 没有灯 八位全部打错 我的天啊 一字千金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 中国文字之美在于它的多样性 游刃有余 是古文字专家任安的传科作者